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天气真的非常的热 那最近我都会去超市买一些冰棒回来吃 可是我觉得买回来的冰棒有时候真的太甜了 我就想说干脆我自己来做冰棒好了 于是我就到网路上买了那个制冰盒 我买了三组回来 一共有12支 可以做12支的冰棒 今天我要做的冰棒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柠檬冰棒然后加那个神秘果 因为我家的神秘果盛产 人家都说那个神秘果配那个柠檬的话 吃起来就不酸 我想就来做冰棒看看 然后应该是蛮简单做的 那我准备这个就是冷冻的神秘果12颗 因为前一阵子采收下来大丰收 然后一时吃不完我就先冷冻起来 那今天就可以用得到 那另外我准备两个柠檬 这也是我去超市买回来的 然后这个蜂蜜 就是本来家里就有的 还有准备一些糖 我们就用这个温水哈 加在这个蜂蜜里面 把它先稍微调稀一点 好把它稍微调稀一点哈 那就是先放在旁边哈 那接着我们就把柠檬稍微把它切开 这柠檬汁挤出来哈 就把这一个沙渣把它滤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加一些糖好了 因为加点糖就比较感觉没那么酸哈 那至于多少就是各位自己斟酌哈 加 然后也把这个蜂蜜水哈 倒下去先把它过均匀 这一定是很浓稠哈 那我们就还要再加一些开水 因为家里的容器都太小哈 所以我是就用准备两个做大碗工来弄好 好 再补充一些开水哈 那我们就这个汁液先平均一下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做好的汁液哈 把它倒在这个冰盒里 接着就各放一颗神秘果下去 这个制冰盒本身有这个盒盖 我们就把它盖上去 好 还有这个棒子 把它放进去插下去 这样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三盒冰棒做起来了 只要把它放在冷冻库里 过一阵子就有好吃的冰棒哦 现在冰棒做好了 拿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这个就是我做的冰棒 就是柠檬加神秘果做的冰棒 现在我就把它拿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用母水把它冰一下 好 把盖子打开 哎 哎 拨起来了 那各位看 这个就是我做的冰棒 看起来很清爽 那我来吃一口看看好了 那因为这个神秘果大家都知道 它对付酸的是很有办法 那我先吃这个神秘果 吃完这个神秘果 我接着就吃这个柠檬冰 好好吃哦 一点都不酸 嗯 嗯 也不会太甜 我有跟各位讲嘛 有时候买的冰棒实在是蛮甜的 像自己做的话 嗯 甜度可以自己调整 像我做这个冰棒 我就觉得淡淡的甜味就可以了 然后一点也不酸 那 那我做这么多冰棒怎么办呢 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吃完 那我们可以用这种 专用的这个冷冻袋 把冰棒一直一直把它装起来 放到冷冻库 如果要吃的话 再把它拿出来吃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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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